为庆祝中国海军成立65周年 来自巴基斯坦、印度、文莱、新加坡等国的7艘军舰 在22号夜里陆续抵达青岛的公海区集结 代号为海上合作2014的多国演习 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是我们国家海军第一次多国海空联合军演 我们的前方记者田柳就在这一次演习的军舰上 下面进入今天的田柳探营 观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是傍晚的五点钟 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现在已经慢慢的驶离了青岛军港 正向我们演习的区域 也就是青岛的东南海域行进 那在这一次的演习中除了有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之外 还有包括哈尔滨舰、葫芦岛舰等等 在内的中方的7艘舰艇和这次外国来访的军舰 共同进行 此次海上联合演习指挥舰为中方的哈尔滨舰 北海舰队副司令杨俊飞少将担任演习海上指挥员 23号早上8点各艘军舰开始集结待命 上午8点40分 中方扮演了一艘双船模拟实施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海军共同赶赴现场 抢救落水伤员 准备将其送达到和平方舟医院船进行紧急的救护 那现在呢是早上的9点36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远处已经有一艘小艇向我们及时而来 那么小艇上呢载着的正是落水的一些伤员 那么同时呢在不远处我们还看到有一艘这个军舰 应该是巴基斯坦的军舰 他们正在已经启动了直升机 同时救助落水伤员 那我们知道刚刚在韩国发生的很令人痛心的这个客轮沉没事件 包括现在还正在继续进行的马航M370的搜救工作 所以说这一次的搜救演练不仅仅是在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它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联合演练课题 而同时就在另一片海域 中方的哈尔滨舰收到了又一艘商船被海盗劫持 9点25分巴基斯坦的沙姆西尔号导弹护卫舰上的直升机第一个起飞 印尼的搬家马兴号舰载直升机紧随其后 赶往事发海域 考虑到安全解救人质的同时 也要对海盗起到震慑作用 中方和印尼又派出了多名海军特战队员 从海上先行登上被劫持上船 在强大的火力和直升机的围堵下 海盗全部落网 中午1点10分 随着最后一架直升机返航 演习正式结束 在这次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中 共派出了19艘中外舰艇 7架直升机 混编为三个联合编队 中方兵力以海军的北海舰队为主 这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多国海空联合军演 我们在海上这么保持一个小型的编队 保证我们的外貌航线 能源航线的安全 对我们经济的稳定 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国家统一 领土完整 海洋权益的维护 都需要一个强大的海军 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表示 这次演习彰显了各国海军 通过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 为及时应对处置海上突发情况 打下了基础 江苏城市频道从青岛为您发回的报道 平稳定的领土